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公司在2022笑龙峰会的第一天,正式发表了第二代笑龙8,笑龙8J2,采用台积电4nm工艺,各方面规格大涨。 具体架构相对于上一代大改,首先,CPU部分集成了单个X33.2G超大核,两个A715 2.8G效能核,两个A710 2.8G效能核,三个A510 2G能效核。 当然还集成新一代Adreno GPU,支援硬体行动光线追踪。 不过,有趣的是,二代笑龙8的编号为SM8550AB,这暗示着它还有个SM8550AC的变种版本。 如果回顾历史的话,当年的笑龙801晶片,曾经有MSM8974AA,MSM8974AB,MSM8974AC三个版本。 其中,AA版本、CPU、GPU、ISP频率最低分别为2.3G、450M、320M。 不过,AB版本、GPU、ISP提高到578M、465M,最强的AC版本进一步将CPU提高到2.5G。 因此,有消息人士推测,二代笑龙8的MSM8550AC版本应该体质更好,经过调校之后超大核频率将达到3.5G,GPU效能也有望进一步拔高。 相比之下,研发科极箭处理器天机9200也有一个X三超大核,但频率只有3.05G。 根据早先传闻推测,二代笑龙8的高频版本可能是为三星Galaxy S23系列保留的定制版, 尤其是三星自家的Exynos表现实在不敢恭维,自己家产品都不再用,高通自然有动力做好服务。 高通在2022笑龙峰会的第二天,又发表了第二代高通S5S3音讯平台,均支援笑龙畅听技术, 动态头部追踪支援空间音讯,优化的无损音乐串流以及48ms极低时延, 而上一代还为68ms。 目前,第二代高通S5和S3音讯平台正在向客户出样, 商用产品预计将于2023年下半年面试。 两款全新平台还支援,第三代高通自适应主动降噪ANC技术, 通过对入耳贴合度和用户外部环境的适应来提升听感体验。 实现对全新蓝牙LE Audio规范中无损音讯的支援。 此外,高通自适应主动降噪技术, 还支援拥有自动语音检测的自视硬透传模式。 当时用耳机需要聆听周围声音时, 该模式可提供从降噪到自然透传的过渡。 同时,增强的主动降噪技术能够帮助音讯装置开发者解决例如风噪、 校教和异常环境事件等常见问题。 另外,在AR实境眼镜方面, 高通宣布推出全球首款, 专门服务增强现实平台的行动晶片骁龙AR2战1。 它将杰索未来更多时尚、高效能的AR眼镜产品, 开创现实世界元宇宙混合空间运算新体验。 高通表示, 骁龙AR2战一再设计之初, 就对AR眼镜终端做了优化, 包括PCB面积减少40%, 但整个平台的AI效能提高2.5倍, 功耗降低50%, 甚至可以实现功耗低于1瓦的AR眼镜产品, 满足用户长时间佩戴需求。 骁龙AR2平台采用多杆侧器械处理机制, 以减轻眼镜腿两侧的重量分布, 支援多达9个镜头, 支援硬体加速, 支援6D OF自由度, 支援红膜辨识, 眼球追踪等。 骁龙AR2战一还继承了, 骁龙8 Gen2晶片的同款FastConnect 7800连接模组, 这意味着同样支援Wi-Fi7, 可将眼镜和手机PC主机之间的通讯食盐, 降低至小于2毫秒。 据悉, 骁龙AR2 Gen1也采用4nm工艺制程, 目前已经有小米、 Pico、联想、LG、夏普等主流厂商正合作开发产品。 高通在2022笑容峰会的第二天, 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 传闻已久的高通字眼ARN指定级处理器, 透露出少量关键讯息。 前Nuvia创办人之一, 县高通高级副总裁Gerard Williams, 在介绍高通PC业务时, 透露出该款处理器的名称叫做Orion, 但并未透露更多讯息。 有分析称, Orion类似高通的Cryo Adreno是CPU核心的名称, 但最终产品仍隶属于骁龙家族。 Orion的前身就是高通之前以14亿美元收购了, 初创公司Nuvia字眼的Phoenix CPU, 希望能够将其在ARN CPU设计方面的创新技术 移入到骁龙处理器中, 包括Gerard Williams在内的。 多位Nuvia创办人都有过苹果、 Google以及ARN等知名晶片设计公司 以及IP企业的从业经历, 在设计具有高效能、低功耗的ARN晶片方面, 具有创新技术优势和丰富经验。 高通此前也多次表示, 对Nuvia团队以及自研ARN架构处处理器寄予厚望, 认为能够媲美苹果的M系列。 实际上Nuvia的主要创办人Gerard Williams就是苹果前架构长, 他操到了A7到A14的CPU设计。 其创办Nuvia后做出的Phoenix产品, 2020年时的单核表现就碾压同期的A12X与A13。 为此,苹果还多次给Nuvia提交律师函警告。 其表示,自加入高通以来, 它和团队一直在构建领先的自研ARN架构处理器技术, Nuvia团队与高通也实现了快速融合。 高通之前的Windows on ARM处理器均是基于公版架构, 比如笑容8CX Gen3采用4个Cortex-X1加4个Cortex-A78, 完全自研意味着指依赖指令级, 就和苹果A系列M系列晶片那样。 有趣的是,就在高通发表这一最新晶片之时, ARM公司提交了最新法庭档案来回应高通的反诉。 双反的恩怨简单来说就是高通收购Nuvia后, 将后者的ARM CPU设计直接拿来使用。 ARM表示其对Nuvia的授权中不包含高通, 后者需要再申请并缴费, 否则就得销毁Orion晶片, 而高通则对此严厉斥责并反对。 在最新法庭档案中,ARM再次强调, Nuvia转让权力需要征得ARM同意, 但此次却没有提到销毁晶片仪式, 看来ARM也有所退让。 对于高通的反诉, ARM认为那是在转移注意力的伎俩。 也许是ARM公司看到了该晶片的潜力, 才如此卖力诉讼高通公司, 这也让Orion晶片负责人Jarrard Williams信心大增。 其强调, Orion将在高通统一技术路线图中发挥重要作用, 也有助于骁龙技术向行动、 XR运算等多个领域和平台进行扩展。 据Orion处理器负责人介绍, Orion CPU预计2023年向客户交付, 2024年将正式商用。 此前按照高通的规划, 明年自研ARM架构CPU将率先用于PC领域, 后续陆续在汽车和手机领域应用。 此前有爆料显示, Orion处理器采用12和CPU设计, 三奈米工艺制成。 实际上, 高通对ARM架构的PC处理器一直充满期待, 认为将推动传统PC产业的变革, 苹果的ARM系列晶片近年来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多年来, 高通也一直在通过联合OEM、 作业系统、 应用软体等生态厂商推进其始终连接、 始终在线的销龙笔电生态建设。 据高通方面介绍, 目前有超过400家企业都在测试或部署销龙笔电。 高通执行长此前表示, 2024年将是销龙笔电, 迎来市场拐点的时间点, 看起来信息十足。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